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怎么样到日本去投资不动产 可以赚到投报率 同时呢 也可以持有的安心 那我们一定要请到 有经验人来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请到 日本在地的不动产的仲介商 Joy Life出师会社的 林牧佑莎社长 到我们节目现场 台湾跟日本的投资市场 是不一样的 很多客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说日本买房一定很贵 我们台湾都买不起了 怎么可能到去日本买 我觉得很有趣是台湾的房价 尤其在台北 高到是年轻人都没有办法买房 在日本是年轻人不爱买房 台湾的话比较多的是 资本利的 例如说我买一千万的房子 我就等到三千万去做抛售 在日本的话 日本有专门拿来做投资用的物件 像我们现在在帮台湾的客人 一直在操作的模式是这样的 例如您花三成到十成的投机款 那之后呢 都用租金去做贷款的支付啦 然后税金的支付等等 它就是自己养活自己 Joy Life在台湾开了好几场说明会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说您不见得一定要投资日本的不动产 当您想要投资日本的不动产的时候 要必须去了解当地的文化 宁愿不买也不要买错 那因为买错的话 很容易真的会造成亏损的这个状况 只要选对 选对标底物 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而不要去买不是投资的物件 硬要做投资的这个做法的话 是很容易会有风险 我们常喊的一个口号 就是用台币的一千万 换日币的一亿 那这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只要善用一些贷款去配合的话 那真的我们可以以小博大 做稳赚不赔的日本投资 感谢观看